终于写完作业了 现在我就来把这幅小兔子的画像涂上颜色吧 拿出我的水彩笔 哎 我在满门的一盒水彩笔怎么就剩两只了呀 到底是谁把我的水彩笔都给拿走了呢 这没有了水彩笔 我还怎么涂颜色呀 姐姐们你们都给我出来 哎呀 我说白鞋 你这大呼小叫的喊我们出来干什么呀 我的水彩笔不见了 你们快说是谁拿了我的水彩笔 嘿 我说白鞋 你别一直瞪着我呀 你的水彩笔可不是我贝尔拿的 也不是我长发 哼 我才不会承认呢 那倒不是我小巨蛙了 哼 你们都不承认 那我的水彩笔哪去了 白鞋别哭了 只要抹后给你点上你的小能量 小能量发个光照在你身上 你就可以看到是谁拿了你的水彩笔 小能量我用我的头点点点点 抹后我怎么啥也看不到呀 那一定是我的小能量太少了 对了 小朋友们你们手里还有小能量吗 快来帮白鞋点一点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到底是谁拿了白鞋的水彩笔 是啊小朋友们 你们快看 小能量就在我手指的这个地方 你们快来帮我点一点 等我把水彩笔找回来之后 我们就一起把这幅小兔子的画像图上颜色 老不好 大家赶快 对着这里的小能量 帮我多了点起来吧 快快快 小能量点起来 小能量不要停 大家一起帮帮忙 哎 我好像看到了一点点 但又不太清楚 太好了 白鞋马上就要看到了 小朋友们 你们的小能量可千万不要停呀 赶快的继续点起来 让白鞋看得更清楚一些吧 我老往后也想看一下 到底是谁拿了白鞋的水彩笔 等我查到这个人 我一定会重重的处罚了 快快快 小能量点起来 我要把这些好看的颜色全都拿走 原来是小青蛙拿了我的水彩笔